Hello 大家好,分享科技,分享生活 在上期视频中跟大家分享了如何安装和使用TikTok抖音国际版 受到一些朋友的反馈 其中最典型的一个问题是刚装好能用 但是过几天就不能用了 这个问题可能是Virtual Exposed虚拟环境不够稳定的原因 本期视频分享一个快速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 另外有的朋友反馈说安装好后根本刷不出视频 这是因为你没有给Virtual Exposed和TikTok走科学上网的一个流量 所以呢,最简单的方法是你打开手机或软路由全局科学上网试一下 能不能刷出来 OK,我们到我的手机上面去看一下吧 Let's go OK,欢迎来到我的手机 首先我们先说一下这个TikTok的这个版本 我这边试了好几个版本 我这边会我会把这个TikTok下载的这个下载这个网址 放在这个视频的下方是up to down这个官网上面去下载的 然后它的优点是什么呢 你可以下载到很多的旧版本 我这边试了的话好几个版本 我这边试了有2233 还有有2202 还有2215 这个版本这几个三个版本我都试过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如果说你这边出现有一些不正常的一些情况的话 你可以去选择这边的一个旧版本来进行一个下载和安装 所以说可以通过这个网址去下载一些历史的一个版本 或者你可以参照我现在使用的这三个版本 我测试下来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另外呢,我的后呢,我这边有三部手机 有一部是华为鸿蒙的一个系统 我测试下来也是可以正常使用 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边是鸿蒙的 然后我还有两部的话是都是小米的 然后这边是小米的那个 给大家看一下小米的米UI的一个系统 我们可以看一下 米UI的一个我这边版本的话是小米的米UI11.2 然后还有另外一部手机的话是小米的米UI的一个 嗯,12,都是这些操作系统 我都试过都是没有没有问题的可以正常使用的 OK,呃,所以说你这边如果出现闪退啊等等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是不是因为你这边的手机 可能处理器啊太弱了 因为使用这个Virtual Exposed的话 它相对来说需要你这边的那个处理器的话 性能相对来说要强劲一点 因为它要帮你虚拟出一个啊虚拟的一个环境 然后OK,回到我们正题 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讲的 如果说你刚安装好了以后可以正常使用 但是呢,你用了一到两天以后 它就不正常了,无法去刷出视频了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啊 首先呃,再强调一下 你这边需要打开一个全局的科学上网 确保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如果说不是全局的话 它可能tiktok它可能识别出来是走你的本地流量 那你这边的话就可能刷不出这个视频了 OK,那我们点击这边的一个Virtual Exposed 点进去以后 然后我们这边网上画一下 然后我们点击这边tiktok 我给大家看一下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就是这边一直在这边进入条这边走 没法打开这个tiktok了 看到它闪退了 我们再给大家试一遍啊 像这个原因的话就是我刚才说了 就是因为你的那个Virtual Exposed这个环境的话 呃,它不够稳定 也就是说这个开发者的话 呃,可能现在还需要一个bug解决 就是之前给大家看的就是他的官网上面去下载 他这个Virtual Exposed 我们看一下这边的话就这个官网上面 他的版本在不断的迭代的嘛 我们现在我在相续视频中给大家介绍的是 呃,0.20.3 这个是最新的一个版本 所以说他可能不够稳定 我们可以等待这个开发者开发出他下一个 呃,版本新的版本可能就解决这个问题 那现在我们怎么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个方法很简单 一分钟就搞定了 那怎么解决呢 那我们首先把这个Virtual Exposed把它卸载掉 把这个虚拟的环境 要卸载这一个就可以了 卸载这个Virtual Exposed卸载掉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重新安装它一次 点开这边的文件管理器 找到你的那个之前下载的那个文件夹 这边Virtual Exposed 我下之前下载的是0.20.3 然后我们点击进去 打开压缩包 然后再点点击它一下 再次安装一下就可以了 方法非常简单 我们这边点击允许继续安装 所以说如果说你碰到闪退 无法打开的情况的话 只要卸载重新安装这个Virtual Exposed 就可以了 点击完成 然后回到桌面 你可以看到这个Virtual Exposed 又重新安装了 那我们继续点开这个Virtual Exposed 然后点击这边确定 然后这边随便点其他地方 点一下这里 然后我们点击这边的六个点 点它一下六个点 然后呢添加TikTok和TikTok助手 添加 我们这边往下滑找到那个TikTok TikTok助手 OK啊 我们这边找到了TikTok TikTok助手 然后我们这边打高 打高 我这个鸿蒙手机用的是22.3.3 这个TikTok的一个版本 然后TikTok助手 两这两个蓝色的都打高了 打高了以后 的话我们点击这边的安装 Virtual Exposed 选中它 非常快 几秒钟就能安装完成 好安装完成 我们点击这边的完成 好安装完成了以后呢 我们继续点击这边的六个点点它一下 点击这边的一个模块管理点它一下 好 这边要把它打个勾 这个要打个勾 这个要打个勾激活它 打勾 然后我们 返回 然后呢 点一下下面的重启 重启一下 好 重启 点击确定 OK 然后点击这边的一个返回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往下拉一下 拉好了以后 点击这边的一个TikTok出手 打开它 选择一下你想要的地区 切换其他地区 你可以切换其他的全球的各个地方的一个区域 这边我们我这边的话就选择日文 日本 切换到日本 OK 然后我们点击返回 然后这次我们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啊 这次我们再试一下TikTok能不能打开 点击它 OK 你可以看到现在熟悉的界面又开始出现了 然后我们这边点击同意 然后这边点击跳过 然后往上刷一下 好 我们漂亮的小姐姐就开始出现了 往上 非常棒 对不对 然后你可以点展 关注小姐姐 好这个时候的话 点了点展的话 它是会让你登录 不然你没法进行一个点展的 那怎么登录呢 在上几上期视频中给大家 大家分享了怎么样去点展 呃 登录的一个方式 然后我们点展怎么点展登录呢 啊 选择下下面的这个login 点击登录 然后呢 这边选择手机号码 然后这边 他也可以选择什么搜索一下 China 中国 China Mainland 他有这个选项的选动它 然后输入你的那个电话号码 OK 啊 输入完电话号码以后 点击发送验证码 好 这个时候的话 让你把这个滑块滑一下 做一个拼图 确保你不是机器人 好了 这个时候验证码已经发到发出去了 然后我们等待接受验证码 我们输入一下验证码 OK这个时候已经登录了 然后他问你要不要同步通讯录 我这边先暂时选择不一定不同步通讯录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你就可以去点关注了 这边可以点击点展 可以看到关注都可以 往下 这边可以选择点展 关注 就可以关注你喜欢的小姐姐了 所以说呃 这个方法的话是长期永久有效的 呃而且呢那个版本的话 我现在测试下来的话 就刚才我说的那三个版本 其实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如果说你遇到说呃 用了一段时间 他突然之间又不好使了 那就可能就是因为你这个 Virtual Exposed的话不太稳定 你需要把它就把这个Virtual Exposed 把这个应用删了重新装一下就可以了 其实两分钟就够了 呃两分钟的时间就能搞定 这个不能使用这个问题 ok喜欢我的分享 欢迎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